新疆病毒 我们经核酸检测,共确诊了28,475宗个案 这些个案当中有9宗输入性个案 昨天我们也公布了 我们刚刚推出了一个 网上供市民情报快速抗原检测阳性平台 在3月7日,即昨天晚上6点至凌晨,即2、3、5、9时 当中发现有部份的个案 本身已在我们的确诊个案系统存在 另外有一些是重复输入的个案 可能是登入了两次,即是重复入了资料 减除了这2,521宗后,是有14,715宗有效的情报 这些全部都是新的个案 这14,715宗个案,我们也发了短讯 要求他们提供身份证明文件 大速抗议员检测阳性的相片 有2,018宗上载资料给我们,也是核实了 我们也向这2,018宗的个案发出隔离令 余下的12,697宗等待他们上载资料 我公布的17,236宗 其实就是3月6日和3月7日期间 检测阳性的市民这些个案数字 我们还收到其他的个案 那些是2月26日至3月5日期间 是阳性的,他们都在这个平台上情报 但这些数字,我们要等待3月14日完成整个情报之后 我们再统计数字才可以再公布 我们下方的 efecto眉毛 我们下方的情况 我们下方的情况 realised如果是有一个灵状 我们下方的情况 我们下方的情况 就是实施的情况 我们下方的情况 那么大家